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14號 星期四 這期給大家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趙蘭健呼籲中國人要小心地震 阻撓央視直播的地方政府罕見道歉 澳洲反對黨呼籲立法禁止TikTok軟件 義大利重罰字節跳動1000萬歐元 歐盟在世界上首部人工智慧法案獲得通過 開創了全球標準 美國捷克外長討論支持臺灣參加國際活動 英國將禁止外國政府擁有英國的報紙和新聞雜誌媒體 在節目開始前和您分享一個好消息 不知道您有沒有在春天去臺灣旅遊過? 3月的臺灣 有櫻花盛開 鳥羽花香 有山有水 從城市到大海 可以說是中華人文最濃厚的地方 還有美味的小吃 更是讓人流連忘返 還可以一覽臺北、花蓮、太魯閣、原住民 臺東、高雄、阿里山、日月潭的美景 希望之聲特別為您準備了3月24號到31號的 八天環島遊精品小團 不拼團不購物 而且還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了解詳情 歡迎查看置頂留言區的鏈接 在14號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在推特上緊急呼籲中國民眾 要小心地震 透露中國出現了電離層異常 另外 河北三河市政府突然罕見的向在爆炸現場 被阻撓報導的央視記者道歉說 一線工作人員的溝通能力不強 方式方法粗暴簡單 趙蘭健在推特上貼出了一張電離層圖 顯示中國大部分的地區是紅色的 他寫道說 這是13號的電離層報告 任何新聞媒體都不敢介入 因為這些都是敏感的數據 這個地震可能性應該是被中國的西北地區的人民先知道 在中共政府還沒有公布之前 應該做好有關地震的預防 做好個人的生命自保預防 必定汶川大地震的慘烈 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前 中共政府和新聞媒體打壓異象信息的現象 對我的刺激依然利益在目 在汶川大地震之前 就出現了很多的異象事件 都被政府和新聞媒體給辟謠了 如果提早一些預防的話 汶川地震就不會死掉那麼多的中學生了 在1976年 唐山大地震之前的將近三個月 開鑾煤礦地震監測 用當時進口的先進儀器 就測出了電離層圖的異常 之後向河北省臺做了匯報 但沒有被重視 最後又向中央臺做匯報 也沒有被重視 結果慘劇發生 造成了20多萬人遇難 趙蘭健還表示 在牆內 沒有人敢把電離層異常這件事關聯到地震上 我覺得應該小心和預防地震 必定汶川地震之前相關的預報信息都被打壓禁止 闢謠也非常嚴重 人為的害了不少生命 謠言是言論打壓黑暗社會的救命可能 黑暗統治的極權社會是無視人權和生命的必然結果 想活命就必須首先自保 不能依賴奴役統治者 就在當天 臨近中國的日本發生了地震 據日本氣象廳的消息顯示 在14日 日本福島近海海域發生了5.8級地震 東京地區有明顯的震感 日本政府目前已經正在確定受災情況 趙蘭健說 目前中國知名的獨立地質學家楊勇 正在連夜的和一些地質學家們在研究 討論和分析 如果有進一步的進展 將會通過趙蘭健對外釋放最新的動態 他還說 我們一定要把中共政府製造的汶川地震災難 當作未來的災難警醒 參考 信息打壓和掩蓋真相 是汶川地震慘烈事故的原因之一 而中共對媒體的打壓 連自己的喉舌也不放過 13日 在河北燕郊鎮 一座四層樓在爆炸中幾乎被移為平地 當時央視的記者在現場直播報導時 遭到了地方當局的粗暴騷擾和強力阻撓 有網友質問說 連央視的記者都敢擋 可見這水有多黑多深了 連環旧時報的前編輯胡錫進也發文說 堅決反對當地警察阻撓報導 並且驅離記者 澎湃新聞當晚也發表評論 要求保障正常採訪 在牆內外的社交平臺上 網民們調侃說 這次央視的現場採訪被維穩 使大水沖了龍王廟 黨的喉舌被黨掐了脖子 中國社科院教授于建榮發文說 正因為各位長期無視其他媒體記者被不公正的對待 才有今天央視記者的被驅逐 獨立時評人作家蔡慎坤在14號對大紀元表示 這次確實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因為央視的記者本來就是代表黨來發聲的 你讓黨都不能發聲 問題就很嚴重了 這些基層的警察也沒搞清楚 以為所有的記者都是想來報導真相的 實際上央視的記者並不是為了報導真相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劉瑞紹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中共記協多年來都聽命於中宣部 在中國的新聞界 尤其是官員的眼中 都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包裝團體 這次發表意見也實屬罕見 證明大陸地方或者是各級的官員 抑制新聞已經到了令新聞界相當厭惡的地步 以至於趕緊趁這件事情發出新聞界的聲音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副研究員李正修表示 從事件看得出來 在習近平嚴格的管控下 官員怕事件外揚影響自己的仕途 以各種手段掩蓋真相 整個中國好像是維穩已經成為了當前共產黨 或者是地方官員最重要的政策 在維穩大前提下 地方官員是寧可以下犯上掩蓋事件 而不是優先去處理善後工作 在強烈的輿論譴責壓力下 據中國日報網14號的報導說 河北三河官方通報 對央視記者燕郊採訪玉組表示歉意 歡迎監督等等 另外根據現代快報記者拍攝的視頻顯示 在13號晚上8點 爆炸發生後的12個小時 被炸毀的4層樓房已經完全被拆完 就連建築的殘渣也都被運走了 網友們紛紛表示 調查還沒結束呢 就徹底拆除了 只能說 事故原因正在編輯中 還有的人說 就像失勢的高鐵 還有病毒一樣 徹底銷毀一切證據 那麼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直到再發生時 才覺得好像是個輪迴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捷克外長利帕夫斯基 在14號舉行了電話會談 兩人談到了雙方都同意支持臺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場合 進行更深入的合作 布林肯和利帕夫斯基在會談中表示 兩國將致力於維繫台海和平穩定 並深化對臺灣等區域民主夥伴的支持及合作 還強調了跨大西洋及印太安全不可分割 利帕夫斯基在去年是訪問了華盛頓 並參加了第11輪美睫戰略對話 針對中共對雙方共同利益 安全和價值觀所造成的挑戰 為了應對這種挑戰 美國和捷克將積極地 與印太及其他區域盟友合作 以實現更加相互連接 繁榮 安全 以及具有韌性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美國軍事網站13號報導說 美國已經啟動與臺灣的重大軍事合作 其中包括部署美國陸軍特種部隊 據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的條款 美國軍事顧問已經開始常駐金門與澎湖的兩棲指揮中心 未來將有更多的美國特種作戰部隊的聯絡組人員駐紮在臺灣 這次美臺軍事合作被稱為是雙方軍事關係的里程碑 自媒體人公子沈認為 美國已經對中共體制不抱有幻想期待 當然他們就一心一意地要維護臺海和平 支持臺灣去捍衛自己的主權 今天美國能夠派軍隊或者軍官到臺灣長久駐紮 說明了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更加堅定地要保護臺灣 當然中共會思考如果對臺動武等於是對美國動武 甚至對整個北約動武 美國這個動作也是為了防止中共會誤判形勢 做出武力侵臺的動作 所以說必須要足夠大的威懾力 讓中共不敢輕舉妄動 而且馬上要大選了 美國很明顯地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我相信兩黨的共識都是在對抗中共 因為這是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 因為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與中共之間的關係 導致各國政府都擔心用戶的隱私信息 會落到中共的手中 因此美國率先採取行動 拜登政府已經提出了一項立法 隨後各國也紛紛地有所動作 澳洲反對黨呼籲工黨政府效仿美國的做法 推出澳洲版本的禁止TikTok的立法 保護年輕人的隱私安全 而意大利反壟斷機構也在14日表示 對字節跳動的三家公司除以總計1000萬歐元的罰款 原因是它對可能危害青少年 或者弱勢群體用戶的內容檢查不力 美國封禁TikTok的法案13日在美國眾議院通過之後 澳洲反對黨領袖達頓呼籲阿爾巴尼斯政府也採取行動 達頓說在這樣的時刻總理不能軟弱 而是需要展示強有力的領導力 確保澳洲的孩子們在網上的安全 澳洲新聞集團的一項在線問卷調查顯示 有84%以上的讀者支持在澳洲封禁TikTok軟件 澳洲反對黨國家安全事務發言人帕特森 在美國眾議院投票之前 就敦促澳洲聯邦政府也效仿美國的做法 他對媒體表示 阿爾巴尼斯政府應該在今天就準備立法 為澳洲人提供同樣的保護 以便可以和我們的美國盟友 一起迅速推出新法 網路安全專家麥克林也表示 澳洲應該是效仿美國 他說 美國的議員們獲得的建議 都是來自高級的網路安全專家 如果TikTok在一個西方的國家構成風險 那麼在另一個西方國家也會構成風險 而且澳洲的地理位置距離中國更近 在維護兩國關係的同時 國家安全也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14日對一家電臺表示 他會聽取各方的意見 但政府目前沒有封禁TikTok的計劃 在歐洲方面 意大利反壟斷機構 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14日表示 對字節跳動的三家公司 除以總計1000萬歐元的罰款 這三家公司分別是 愛爾蘭TikTok技術有限公司 英國TikTok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和意大利TikTok有限公司 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14日發聲明說 這家公司未能適當的監控平台上發布的內容 尤其是那些可能威脅到未成年人 和弱勢群體安全的內容 除此之外 這些內容通過算法分析 被系統的重新推薦給用戶 從而刺激用戶越來越多的使用這個社交網絡 歐洲議會在3月15日通過了人工智慧法案 這是全球首個對AI系統進行監管 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框架 也意味著歐盟成為了全球標準的制定者 當天議會是以523票贊成 46票反對和49票棄權的壓倒性結果 通過了這部歷時三年籌備的人工智慧法案 這個法案的核心內容 是按照AI系統潛在的風險程度 對不同應用層層設防 例如高風險的AI應用 像是聊天機器人拆的GPT 生物識別監控等等 將受到最嚴格的監管 供應商必須先完成風險評估 確保產品符合透明度 公平性隱私等硬性的要求之後 才能獲准上市 而被視為不可接受風險的AI 則被徹底禁止 包括基於生物識別數據的社會分級評分 違反基本人權的系統等等 法案也禁止在公開的場合 使用即時生物識別監控技術 除非執法單位需要應對重大的威脅 像是恐怖活動等等 經過法院的許可之後才可以使用 不僅如此 歐盟版權法及數據隱私權保護規定 也將一同適用於AI領域 換句話說 ChatGPT等生成式AI 在處理歐盟著作權作品時 必須全面遵守相關的規範 並對系統的訓練過程和輸出內容 進行充分的透明化 立法者認為 法案的目標是在促進創新 與確保公民權益之間尋求平衡 歐盟內部市場事務專員 布雷頓等歐盟的官員表示 這確實是一條獨特之路 但相信藉由法規的引導 AI的潛力將可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獲得最大的發揮 但是對於這個法案 業界的反應不一 全球電商龍頭亞馬遜表示歡迎 但歐洲工商協會卻擔憂實施細節 和法律的解釋模糊 可能對企業投資決策造成影響 這個法案將在明年初生效 對於違規行為 最高可處以750萬歐元 或者企業全球年度營收的7%的罰款 英國政府在13日宣布 將禁止外國政府擁有英國報紙和新聞雜誌 擬議的這個立法將為英國的新聞自由 提供更多的保護 之前阿聯酋支持的一家投資公司 叫做Redbird IMI 想收購英國擁有近170年歷史的媒體 每日電訊報 以及百年老牌雜誌旁觀者 引發了軒然大波 同時還遭到了許多保守黨議員的反對 這家公司的發言人表示 對13日的事態發展感到非常失望 說他們已經在英國和美國進行了6項投資 認為英國的媒體環境值得進一步投資 所以這次完全是基於商業考慮進行收購 而英國工黨已經表示將支持這個變化 將在下週辯論的一項新的法律的修正案中提出 據BBC的報導 要求首相蘇納克政府 採取行動的跨黨派壓力越來越大 英國媒體大臣帕金森在宣布禁令時說 新法律將排除涉及外國所有權影響或控制的報紙 和期刊新聞雜誌的合併 下週英國政府將對數字市場競爭和消費者法案 提出修正案阻止這類的交易 但是廣播機構和數字媒體將不受到這個限制 而Redbird IMI沒有放棄 繼續推進對每日電訊報和星期日電訊報 以及旁觀者時事雜誌的控制權 這家基金75%的股份是由曼蘇爾持有 而他是阿聯酋的副總統兼副總理和王室成員 因為他改造曼城足球俱樂部而在英國很出名 帕金森表示 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項交易 將使外國或與外國有關聯的機構 獲得所有權、影響力或控制權 政府將把擬議的媒體合併 提交給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 他們有義務對可能的合併進行調查 如果得出的結論認為 合併已經或將可能導致外國 對報業企業具有所有權、影響力或控制權 國務大臣將根據法規要求 發布命令阻止或解除合併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